重生后我一不小心赢得了一个亿的彩头 谁料前女友却想要分五千万 滚 日落西山你不赔 东山再骑你是谁 铜甘贡苦你不在 荣华富贵你不在 侯极哥 你怎么知道费时区一定能出货 周一八卦之术还真能推算原始出不出货吗 别忘了 我可是白龙王转世 第六感异于常人 算了 你不说我就不问你了 那个唐萌萌到底是怎么回事 方便告诉我吗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奇葩家庭 吃你的喝你的用你的还嫌弃你 他怎么可以这么坏 怎么了 我我就是心疼你 我觉得你以前过得太苦了 傻逆子 最近这个时间点 江北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 大稿拆迁 手批拆迁的正式天海小区 现如今的天海小区一套房也就八九万 这跟2023年比 简直就是白菜价 紫月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去了你就知道了 两位是想买房吗 嗯 我们想看看海天小区的房子 一听到侯吉想买的是海天小区的房子 寿楼小姐脸色立刻变得有些不自然 那个破小区房子单价低 提成少得可怜 卖家和买家都是穷鬼 事儿多得要命 海天小区啊 那边有清帆你自己看吧 嗯 侯吉 没想到啊 侯吉 居然在这儿能遇到你 这位美女是你客户 还是你朋友 我对象 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眼看着自己男朋友都快被公子院给勾跑了 黄可可不乐意了 陈哥 这人是谁呀 我大学室友 整个寝室就他最穷 一天就吃两顿饭 我看他可怜 就让他帮我洗洗衣服 赏他几块钱吃饭 侯吉 我没说错吧 嗯 没说错 我是农村人 家里一直很穷 上大学的时候就帮人洗洗衣服 打扫打扫卫生 赚点馒头钱 侯吉哥 你上大学就能自己赚饭钱了呀 太厉害了 你一个当初给老子扫地洗衣服的穷鬼 凭什么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对象 侯吉 你是来买房的吗 凯旋新城小区 可是咱们江北最高档的小区了 要四千多一瓶 你买得起吗 我不买凯旋新城 我是来买海天小区的房子的 果然跟陈哥说的一样 是个穷鬼 哎 可可 别这么说 人家侯吉是农村出身 能凑个万把块 在海天小区买套房已经很不错了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家这么有钱的 这位小姐 以你的条件应该能找到更好的男人 何必跟这种穷鬼混在一起 哼 就算是跟侯吉哥住海天小区 我也觉得很幸福 你们这边怎么搞的 买贫民窟的低端顾客 怎么和我们这些 买高端小区的尊贵顾客混在一起接待 赶快把他们赶走 不然 今天这房子我不买了 思量再三 寿楼小姐咬了咬牙 走了出来 先生 要不您改天再来吧 我们必须优先接待高端客户 哼 侯吉 今天免费送你一个忠告 那就是永远不要招惹你根本惹不起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 从售楼中心的办公室内走出两名男子 郑总您放心 我们现在的销售中心 早就一到凯旋新城小区上来了 海天小区的低消费客户 我们以后尽量少招待 海天小区那的破房子 赚不了几个钱 维护起来还麻烦 等合约到期了 直接把他砍掉算了 那不是金融大鳄挣钱吗 就连我父亲都要给他点头哈腰的大人物 想到这 江城心里打起了八姐的心思 立刻走到正前面前 郑老板您好 嗯 你是哪位 我是江城 加富江别赫 您叫我小江或者小陈都行 江别赫 哦 小江啊 对对对 您想起来了 嗯 我还喝过你的满月酒呢 没想到一眨眼你都这么大了 年轻有为啊 哈哈 郑总您过奖了 如果您不介意 请允许我叫您一声正叔说 行 正叔 我刚刚听您说 您要把海天小区的业务砍掉对吗 对啊 那破小区 赚不了几个钱 业主还都特别事多 我打算合约到期 就把业务砍掉 闻言 江城仿佛是有了主心骨一样 对着寿楼小姐 胡假虎微道 听到没有 我正叔都要把海天小区的业务砍掉了 你们还不赶紧把他赶走 嗯 哦 啊 侯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 正前的这波操作 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郑老板 上回去您的买车 就有人要赶我出去 这次来你这买房 居然被人家叫低端客户 还要把我撵出去 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 闻言 正前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冷汗直流 怎么回事 寿楼小姐结结巴巴的 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侯先生 对不起 是我管教员工度严 这里所有的员工 我会全部解雇 另外 您需要什么服务 由我来亲自服务 此言一出 直接把所有人都惊呆了 堂堂金融界大鳄 居然要亲自当服务员 哼 现在滚回去告诉你爹 就说你得罪了老子的贵客 让他以后 别想在江北混下去了 看来被撵出去的 貌似不是我家侯极哥呢 哎呀呀 刚刚是谁说 永远不要招惹 你根本惹不起的人来着 郑叔 我 他们是来照顾郑老板你的生意的 愿意在这儿就在这儿吧 那个郑老板 我想把整个海添小区都买下来 此言一出 包括郑钱在内的所有人 都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猴急 怎么 郑老板 是觉得我买不起吗 您这刚从黄玉娜赢了一个亿 怎么可能买不起 这句话又如晴天霹雳一般 轰在了江城的脑海里 难道他就是老爹天天念叨的玉石大会的大赢家白龙王 完了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郑老板 我是诚心要买 您不会不卖吧 不是 只是海添小区的房子质量确实不怎么样 也没什么升值空间 我是怕 一共有多少套 均价最低多少 我做做工作 能帮您在业主那以八万元一套的价格搞定 只是海添小区一共有五百套 数量有点多 海添小区都是老房子 挣钱不认为猴急愿意吃下这么多劣质房源 只有五百套吗 少是少了点 就这么着吧 那行 我这就吩咐人去帮您去和业主谈判 估计半个月的时间就能搞定 半个月 拆迁的消息早就传出来了 到时候傻子才能卖 不行 时间太长了 三天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搞定 需要加多少钱 如果是十万一套 两天我就能给您全部搞定 行 那就十万一套 这是预知给你的费用 五百套房子 就这么两三句话 就谈成了 侯先生 这次我可真实要谢谢您照顾我生意了 是我要感谢郑老板才是 要是挣钱知道 这边的小区过不了几天 就要拆迁了 恐怕就不会是现在这个表情了 侯先生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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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